节目开始来看一组交通事故 前两天在微海的环山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两辆大货车撞在了一块 其中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侧翻 一名男子被困在了驾驶室里 情况非常紧急 装在土方的翻斗货车 当时正由东向西行驶 事发后撞向路旁 一棵梧桐树停了下来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 右肩部位受伤 拉玻璃钢管的大货车 相向行驶 失去平衡后侧翻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车主 被卡在驾驶室内无法动牌 在了解了受困人员的情况后 消防战士开始对变形的驾驶室 进行扩张拆解 由于空间狭小 一压钳以及一压撑杆 无法发挥作用 消防战士开始采用五尺锯 对驾驶室进行破拆切割 操作台内的两根支撑钢管 被切开后 消防战士再次拿来 硬压撑杆 对车内空间 实施二次扩张 下午2点02分 受困人员被消防战士 成功救出 整个营救 历时80多分钟 为了尽快恢复环山路的正常交通 交警部门调来大型吊车 将两辆肇事大货车 侵入现场 据了解 目前两辆货车上的受伤人员 均无大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实不光是像这种大货车 您别看一个小小的农用三轮车 不好好开 也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接下来 咱们要认识的这位农用三轮车司机 那真是对自己的车技太自信了 一辆车牵引了五辆车 真真的是把这马路当成杂技场了 昨天上午九点多 平原交警大队民警在城区东外环执行时 一排由农用三轮车组成的长龙进入民警的视线 原来是一辆农用三轮车后面拖着五辆农用三轮车 整个车队十多米长 后一辆三轮车骑在前一辆三轮车的车斗上 为了便于装车 三轮车车斗的挡板也都向外敞开着 上面绑着绳子好像三轮车长了翅膀一样 经询问驾驶人默某是日照市举线人 从日照出发来平原县一销售点送车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 他驾车横跨日照围方滋博济南德州五个地市 刚走到平原县就被巡逻民警查获 当民警问其是否认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时 默某说为了能多挣点钱不得已才这样 因为单辆送车的费用太低了 明明知道这样送车危险 却还明知故犯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民警依法对其做出罚款500元的处罚 这位司机简直就是在用生命在开车 这标的不是自己的车技 考验的是过路司机 别人司机的这种反应能力 在这真心是劝这位司机赶快换一种方式来送车 就拧着开阀 别人光看都觉得干颤 但是开车在路上 即便你是小心驾驶 有的时候意外也会不期而至 你看在德州 有一位司机想在一个路口掉头 那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红绿灯的 司机在掉头之前还特意观察了一下周围的路况 看看是可以安全通过的 但是没想到就在掉头的那一刹那 一辆奔驰轿车撞了上来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 事故处理交警正在放反光隔离堆 这时的标志轿车横着停在了路中夹 而黑色奔驰则一头扎进了不远处的绿化带里 标志轿车有一大块明显的划痕 奔驰车左前侧轮胎已经爆裂 右后轮下的隔离石柱已经与绿化带脱离 发生事故的路段为单向三车道 如此之宽 这奔驰怎么就蹭到标志车了呢 按照标志车驾驶人的说法 那发生事故的唯一原因就是车速太快 可奔驰车驾驶人却认为自己的车速并不快 这里是正在维尼直播的警方前线 在燕台地区如果每个月工资有六千块钱 这年底还能领上一点奖金 是不是小日子可以说过的是比较滋润的呢 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认识的这个小偷啊 就是有着这样的工资待遇啊 却还是见啥偷啥 最近四五个月以来 莱山区瑜伽滩和孙家滩等小区 接连发生了多起小鹏和车内物品被盗案 滨海派出所和莱山行政大队的民警 调取了案发地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和一名嫌疑人 通过对这辆车的行动轨迹进行梳理 民警发现这是一辆橘红色的奇瑞QQ轿车 经常停在燕台高新区一家粮油公司的院内 车的主人是这家粮油公司的维修工邓某 昨天上午九点 民警在粮油公司里将邓某抓获 并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千块钱 公司的负责人说啊 这钱是公司的不是邓某偷的 我们昨天一个考证电风证 转了是148 秦俊给你了吗 你先信了我们这儿 公司的钱 秦俊呢 你等下我还是 我就是若喜的 秦俊 秦俊 你现在呢 你现在呢 你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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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给的 你签我钱吧 他会直接量一下 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 他学这儿 监工证 在这儿 你没了 你签我 签量五百 你给他五百 对对对 随后 民警和公司负责人 带着邓某来到隔壁房间 打开了他的柜子 有什么事 好好去交代 拿出来都看好了 嗯 省医院 我们公司的房间 这个得装进来 装进来 民警来到院子里 对邓某叫车的后备箱 进行搜查 随后 民警又带着邓某来到了他的家里 搜出了自行车烟酒 高尔夫球杆等丧物 邓某交代 他每月挣六千多块钱 仍然觉得不够满足 晚上就到孙家滩等小区 撬小棚和杂车窗玻璃盗窃 共作案十多起 事案价值三万多元 目前邓某已被刑事拘留 这小偷里边有财迷的 也有小气的 在早庄 有这么一个小偷啊 想着春天来了 想去种一些树木 但是呢 却不想花钱去买这个苗木 就打起了盗窃的算盘 三月中旬以来 早庄台儿庄警方 连续接到部分苗木花卉公司报案 称自己公司 所在职的部分苗木花卉 接连被盗 这个作案十年 都是在夜年 夜年一点种左右 这个作案地点 基本上都是在春雪 这个附近 盗窃的这个华卉 苗木 都是一些名位的 这个价值比较高的品种 警方根据这些特点 判定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 3月23号晚 经过遁守 警方将正在实施盗窃的 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 3月中旬以来 以张某为首的三人团伙 先后窜置城区部分广场 及交通干线旁 采取自备工具挖掘 自备车辆运输方式 先后作案十余起 道德桂花 喉丰等名贵苗木花卉 合计2万多元 去完之后 然后 他 纳到一文 然后就 我留一文 然后就这样 目前 3名犯罪嫌疑人 因盗窃罪 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说完小偷 咱们再来说说 假冒伪劣 制假犯假不仅严重影响了正规企业的形象和信誉 而且非常严重影响了咱们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但是这几年 制假者的手段和规模都是有所升级的 那如何才能严厉的打击这样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呢 今天上午 山东省公安厅就特意邀请了省内一些知名企业的代表坐在一块一起来支支招 去年8月13号 林仪市费县治安大队根据群众举报一举打掉了一个伪劣化肥的生产窝点 该窝点在半年内就生产假冒名牌复合肥料1000余吨 销售至费线 藻庄 举线等化肥销售点 试案价值300多万 据统计2013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制假受假犯罪案件2088起 其中假农资案件224起 假裂建材案件270起 其他制假受假案件1594起 捣毁黑作坊 黑工厂 黑市场 黑窝点4730个 查扣各类制造假裂商品原材料9160多吨 试案价值375亿元 今天来自全省各地的建材 种子 化肥 农药等领域的12家企业代表 根据日常打假的经验困难 提出了包括提高违法成本 多部门加强联合执法力度 明确举报奖励机制等建议 全省公安机关也将继续秉承对违法犯罪零容忍的理念 突出打击重点 多方获取资源 强化侦查办案能力 密切协作配合 全力围剿 制假受假的违法犯罪行为 接下来进段警方前线 我们一起来看看警方前线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 二十岁的青年郝东阳从云南来到珠海后 向往澳门未知的世界 欲趁海水退潮时偷渡至澳门 但他刚刚下水就被边防官兵抓获 随后官兵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 郝东阳无身份证 齐称自己一岁时跟妈妈离开家 十岁时又和妈妈走失 与他在河北的父亲已经将近二十年没见 户口本在附近那里没法办理 电方官兵了解情况后 通过多方努力联系上其父亲 昨天依照法律被拘留五天的郝东阳 终于和父亲及姑姑见了面 并和家人一起踏上返回河北老家的路 三月二十八号下午五点多 乐清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称一名驾驶保时捷跑车的中年妇女 在途经柳市镇柳青路时 被三名男子强行拉扇了一辆 还照一杯遮挡的黑色荣威轿车 经过初步核实 受害人为家住乐清城区的陈女士 今年五十多岁 在乐清经营一家公司 其丈夫胡先生当时正在外地出差 据警方称 起初绑匪试探性提出赎金是三千万元 后来又将金额定为两千万元 表示不能再少了 为确保人质的生命安全 警方对这辆嫌疑车和嫌疑人进行了布控 于次日凌晨两点多 在高速仓南关每段 一高架桥下将受害人陈女士成功解救 目前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天是愚人节 一部分市民很憋屈 花大钱买了每名其约为爱心茶的白茶 却发现这笔钱可能未流向爱心渠道 于是微博出现了讨伐声 不少网友直至微博名为宁波欧巴 实际是一个打着公益旗号的营销账号 截至作品下午六点 记者在微博上看到这名宁波欧巴 就在昨天之前 他的个人简介还是人民的公仆 国家的公务员 中国正能量 昨天傍晚 记者从宁波市公安局获悉 警方已经接入调查 昨天七点多 北京地铁二号线东志门站东北口 一女子携带喷雾状物品过安检 警察为防狼喷雾 被安检人员拦下后 该女子情绪激动 将喷雾喷洒到防爆毯上 刺鼻的气味 使得地铁站B口及C口的乘客感到不适 目前该名乘客已经被警方带走询问 防狼喷雾中的具体气体 仍在进一步化验核实中 四川府琴西北街的居民楼一户阳台上 一名中年男子将孩子推倒在地 扯住其头发从阳台的一头拖到另外一头 将孩子的头往阳台上撞 这一幕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时出现 接到市民反应后 3月30号中午12点至当晚8点 记者在该住户对面旅社的窗口处看到 在8个小时里 这名男子先后17次在阳台上暴打孩子 民警摇起孩子的衣服 他的背部臀部大腿小腿等多个部位 存在大量瘀青的伤痕 当被问到父亲是否经常打他时 他说不是 是犯了错才打 有一次我煮面 把家里的剩菜吃了 被爸爸打了 还有一次 我扫地不小心踩到阿姨的拖鞋被打了 而这一次 他被打的原因是 偷了合租户的六节香肠 在被问到为什么去偷香肠时 他说我饿 据网友爆料 今天早上8点20分左右 上海静安寺地铁站 换乘通道电梯 在伤行的途中突然发生异形 这多名乘客摔下电梯 造成10余人受伤 目前受伤乘客已送往静安中心医院 改装的小型电动车安全隐患多 就在近日 扬州交警碰到一位老大爷 开着刚买的代步车回家 更哭笑不得的是 还有驾驶证 手写的 得知不能上海上路 大爷在交警的陪同下退了车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 老年带步车 上路危险 18点的隔离民生自动车 您将看到 两人相恋 遭到家人反对 不慎意外怀孕 三万卖掉亲生骨肉 布贴指定反光贴 审车难通过 如此变相强买强买 谁来监管 投诉交警暴力执法 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为救林家小男孩 26岁小伙 用生命挡住三个车 广告回来 咱们来聊聊垃圾短信 我相信每个人手机上 都曾经收到过垃圾短信 今天卖房 后天卖车 大后天可能就招聘了 贷款了 可以说是烦不胜烦 但是您知道 这个垃圾短信是怎么来的呢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叫做伪基站 也就叫做短信群发器 那最近呢 德城公安就发现了一个 装载着伪基站的车辆 盘查的时候 民警发现 轿车里还藏有笔记本 电脑 电瓶等设备 车主徐某面对民警 却支支吾吾 被带回刑警队后 他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徐某说啊 这套设备 是他私自从网上买来的 只要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个短信群发器 和一台电瓶就够了 笔记本电脑 用来记录短信内容和手机号码 短信群发器 负责收集和传输信号 电瓶则提供大功率电压 别看设备简单 工作效率一点都不低 记者了解到 许多的电信诈骗案 都是不罚分子 利用伪基站 传播非法短信引发的 像非法招聘信息 贷款信息等 也是靠伪基站传播的 不仅如此 伪基站在传播信息的时候 对手机用户还有很大的干扰 因为它使要把你信号 先拉到它设备这个附近 这样的话 就是会暂时 先造成这个信号中断 这垃圾短信的确是挺烦人的 但是我觉得光靠 咱们这个民警来抓的话 估计也抓不完 能不能发明一种 比较高科技的手段 一看到这样的 一靠近这样的伪基站 它就能发出一种信号 能不能把这种 讨厌的这种行为 给彻底的杜绝掉 我也希望科技能够改变生活了 接下来看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 路上的飞机动车 也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摩托车 比如说电动三轮车 电动车都非常多 而且由于晚上 比白天咱们道路上的车辆 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很多飞机动车主 闯红灯的现象 也是多了起来 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维方奎文交警大队的值班民警 接到一起事故报警 在市区一路口附近 有一辆助力车和电动车 发生相撞 助力车的驾驶员受伤比较严重 而经过民警队现场的初步勘察后发现 这辆助力车存在着较多的违法行为 民警告诉记者 如果当时这位骑着助力车的驾驶员 按照正常的路线行驶 并且没有闯红灯的话 这起事故就会完全避免 而在事故发生后 助力车驾驶员对于自己的这种违法行为 也是后悔不已 要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有伤者的话 一般咱们司机第一反应都是 要拨打120电话 把这伤者先送到医院的 那这两天 烟台的一位70多岁的老大 也在横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出租车撞断了腿了 这位司机也是及时的拨打了120 把这位老人送到了医院 但是蹊跷的是 这位老人都已经在医院住了五六天了 这位司机就是没露面 后来这位老人向咱们交警一询问 原来事故发生的当天 咱们交警压根就没有接到任何的报警电话 由于当天拨打120的那部手机也打不通了 民警采用技术手段 终于查到了赵氏的那辆出租车 竟然适量假出租 后来民警获知 司机孙某在黄屋一家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 便来到这家酒店将他控制住了 然而民警亮明身份以后 孙某却说不知道民警为什么要找他 民警查询得知 孙某去年因为开黑出租曾被处理过 驾驶证也被吊销了 民警将孙某带回去 这位孙某终于交代 上次开假出租车被查处后 他又买了一辆假出租车非法拉客 1月28号将老人撞伤后 他为了逃避责任 他用没有登记真实姓名的电话卡 打了120 然后把那个电话卡丢了 然后把假出租车也卖了 本以为这样民警就找不到他了 没想到还是很快落了网 这位司机办事很麻烈啊 估计是这个警匪片 看的也不少 作战经验很丰富 但是如果这样的心思 你要是用在这个正经买卖上 估计这会早就发家致富了 进来看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估计这个道理 小孩子都明白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能做到的 最近呢 在高密 有一位心存缴性的司机 就被咱们交警抓住了 中午12点30分 民警在康城大街 与宜安大道交叉路口 对过往的车辆进行突击检查 这时一辆轿车 发现前方有警察 车上的俩人竟然停下来换坐 三分的聪明的把戏 也逃不过交警的执法记录仪 这两个人的行为 全部被记录了下来 随后 两人被带往交警大队 进行酒精测试 有些驾驶员为了逃避救驾处罚 会采取各式各样的不理智行为 有的会驾驶套业 有的会汽车套业 有的甚至会吊拨 甚至有的驾驶员会把自己放送在车内 因此呢 我们在擦除救驾的过程中呢 会在驾驶电压 一臂五十米之内舍着精力 一旦擦除这些行为 会对他们加重处罚 在这提醒咱们各位司机啊 现在酒驾的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啊 并不是说他没有代价 咱们就要去 但是您酒驾了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您看夏天又要到了 又到了这个炼摊的时候了 喝点酒可以 朋友聚聚可以 但是喝了酒就不要再碰车了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起命案 三月十三号上午 烟台蓬莱大持家村的村民 刘某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家中 那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进行勘察 民警现场勘察发现 死者倒在地上 康上的枕头上有大量血迹 地上有呕吐物 死者的左后脑有长约八厘米的伤口 死者就应该在他家这个正午 正午那个地下躺 偷朝脖 别朝呢 免朝是侧卧的 偷下底下震了一个变质袋 然后动也有血 到后来再看了以后 这个上者啊 这个左后脑有一个很长的伤口 伤口里头有一些杂物 所以是杀里儿 没里儿 民警走访得知 死者刘某今年73岁 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居住 民警没有在死者家里 发现死者伤口里的杀粒 没粒 也没有喷溅滴落的血迹 民警认为 死者的死亡现场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家中没有这个打斗痕迹 也没有翻斗痕迹 而且家中的电视还亮了 而且根据受害人的伤口 我们认为用刀砍 或者用别的工具 形成的难度比较大 民警在侦查的过程中了解到 死者刘某 生前有晚上出门散步的习惯 民警调取了刘某出行道路的监控录像 发现 这个事发 那个案发当晚的6点25分左右 受害人从家中出来以后 然后向南走 走到慕黄路 在监控录像中 民警发现 当晚6点38分 一辆路过的三轮车 有重大协议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现场的地上 有大量血迹 民警提取了血迹 以及与死者身上相似的 沙粒 梅粒等物证 通过对血液样本DNA比对 确定路边的血液 就是死者刘某的 至此 民警确定了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 案件移交给了交警大队 交警经过反复侦查 确定了肇事车辆为 一辆车牌号为 鲁FL8019的蓝色浓泳三轮车 而车主 正是和死者同村的姚某 民警推测 死者刘某被撞伤后 可能意识已经模糊 因此没有报警 而是直接回了家 由于刘某一直捂着头 所以在路上和他的家里 并没有滴落血迹 目前姚某一杯刑事拘留 看到这样的事故 肇事者总是很后悔 悔不当初 悔得这肠子都清了 但是您不知道 这喝了酒就不能开车吗 你不知道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有伤者的话 要先拨打120来报警吗 来送先去救这个伤者吗 如果都知道的话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那接下来进段广告 广告回来接着看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方前线 李大哥呢 是仅仅家乡的一位市民 那前两天 他像往常一样 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啊 带着自己的儿子去上学了 那回来之后 他就把摩托车 放在自己的楼下了 没想到这一放 自己的摩托车竟然丢了 根据案情 派出所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 幸好小区监控录像比较齐全 摩托车被盗的整个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 把安民警通过小区监控视频发现 得受后的犯罪分子 骑摩托车沿省道338县向南逃跑 此时在不远的张万镇 焦庄村也发生了一起 盗窃电瓶车案件 民警分析 这伙小贼肯定还要刺激作案 马西小区附近 我们的巡逻民警 电影巡逻民警 发现了这两名犯罪 现在的总警 这两个犯罪分子 正要盗窃 马西行舰小区的 这个放在漏洞里有点莫测 仓皇逃跑的犯罪分子 在途径马村镇张海村拐弯时 一下子便摔到了路旁的水沟里 被追捕的半民警抓了个正着 差点丢了摩托车的 还有来山区的一位市民 但是凑巧的是 这小偷刚把他这摩托车的 点火线圈给剪断 就被这市民抓了个正着 这是监控拍下的画面 当时这名男子刚用钳子 剪断了一辆摩托车的点火线 看到有人走了过来 就赶紧装作没事的样子 站到了一边 哪料走来的这个人 正是摩托车的主人 他一看摩托车的点火线 被剪断了 立刻明白了 站在旁边的这个人 是小偷 就上前抓他 小偷一看不好 拔腿就跑 车主上前去追 两人撕打了起来 从停车棚的南投 打到了北投 而这时 巡逻警车刚好走到了这里 民警立刻跳下车 当场把这个偷摩托车的男子制服 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姓杨 穆平仁 今年44岁 一直没有结婚 曾有过多次盗窃自行车 和摩托车的前科 目前杨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那几宁老僧唐镇的街坊们 最近也都在自己的地里 忙活着施肥交地 那这干农活的人不闲着 这小偷也很忙啊 而且是专门就盯上了人家 放在田间地头的 这电瓶车的电瓶了 对案情梳理后 民警通过天网工程 寻找可疑人员 可是小偷好像对监控设施 非常熟悉 监控里很难找到可疑的踪迹 民警通过和周边公安机关的联合调查 终于在运程县的监控中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咱们下去了被装存 被我们家中 将那个失税中的嫌疑人抓捕 同时呢在家中 就是发现了一些作案公里 嫌疑人是兄弟二人 之前都有盗窃前科 没有正经收入的他们 觉得盗窃电瓶比直接推走电瓶车更隐蔽 哥俩就干起了这样的勾当 目前犯罪嫌疑人白某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事拘留 弟弟白某某已被网上追讨 这小偷啊有惯犯 也有脑子一热犯错误的 您看接下来咱们要认识的这个小林 没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犯错误了 偷了人家的手机 小林在济南一所高校就读 本来他应该和同学们一起到医院实习的 可是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念 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原来啊一个月前小林来到德州找同学玩 在一家网吧上网 结账的时候发现附近的桌子上有一部苹果4s手机 看到周围没有人发现 就把手机直接拿走了 害怕被施主发现 小林将手机直接关了机 后来小林又将这部偷来的苹果手机送给了自己的同学 随后民警来到网吧调查 但是发现丢手机的位置正好处于监控盲区 根本没有拍到手机被偷拾的情形 民警顺藤摸瓜随后在济南的一家医院找到了正在实习的小林 而谈到自己的事情 小林也是后悔莫及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方前线 接下来看一组紧情时讯 北京时间4月2号晚上10点多 记者在马来西亚沙巴发来微信 称旅游团遭遇一伙武装人员袭击 两名中国游客和酒店员工被劫持 酒店方面称 这一伙武装人员为菲律宾叛军 其劫持人员的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 事发时酒店有60名中国游客 晚上11点左右当地武装警察接到报警后赶到酒店 目前中国驻谷进总领馆密切关注此事进展 并跟马来西亚政府等相关方面进一步确认 有关中国游客被劫持的具体情况 同时要求马方尽可能地保护中国游客的安全 日前中宣部 工信部 公安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全国扫黄打飞工作小组办公室 中国计协等九部门联合通知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转向行动 二号 全国扫黄打飞办和中国计协向社会公布了去年八月 江苏徐中 众某等四人四设今日焦点网 在全国各地进行敲诈勒索 多家媒体新闻客户端以及官方微博发布2014年放假安排时间表的假新闻等14起网络新闻敲诈和编造传播假新闻的典型案例 事故调查组初步认定 建阳市三二六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起火原因是 起火作坊的主要经营者 郑小生之女 三岁的郑某某 用打火机玩火 依然起火建筑一楼堆放的海年堆堕所致 普宁市军部镇副镇长 伍西宁等三名公职人员 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 2014年4月2号 福建泉州田安南路与金霞街路口 一名邪情人员在指挥交通时 与一辆不听指挥的小车发生冲突 并被车上的三名男子围殴 随后三人继而又和劝阻的路人发生争执 并造成交通一时拥堵 据了解 被殴打的徐胜祖是丰泽派出所的一名邪情 丰泽派出所民警接警后 驾驶员和另外两人被民警带回 接下来看新闻 为了进一步深化车辆安全隐患检查 从今天开始 宾州惠民县将开展四飞车辆内燃 以及电动观光车的检查力度 确保道路行车安全 一大早 宾州惠民县交警就利用各道路交通检查服务站和治安卡口 对过往的大中型客车 重中型货车 农村面包车 校车 以及危险品运输车等进行检查 其中 车辆加长 加宽 加高 与行驶证记录的尺寸误差超过1% 车辆外观与行驶证照片不一致 或向蓝板高度超规定 轮胎规格 车轴数 弹簧片数与行驶证记录不一致 舱炸车作为相识货车使用 集装箱运输车作为相识货车使用 多台车辆使用一副号牌 以及私自打客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和整车标牌等七种情形被严查 希望这些省缠 盖装 聘装 报废回收机动车的这些七严调 不要谈吐一时的情景利益而忽悦了安全 也希望车主和驾驶员不要购买 驾驶这些非法车要 一定要购买符合观点技术标准的合法的机动车以保证行驶安全 除此之外 宾州惠民县交警还将对辖区内的内燃和电动观光车进行专项治理 并联合工商 质监 安监等部门对销售这类车辆的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对驾驶观光车上路的惠民县交警部门将按照机动车无牌上路予以查扣 接下来看新闻 宁夏回族自治区 18岁的女孩马某呢 三年前因为想去会见网友而离家出走了 这三年 她的家人一直都在寻找她 最近呢 马某辗转来到了山东东营 在山东东营警方的帮助之下 她的家人找到了她 宁夏的马先生到东营公安分局报案 说三年前 离家出走的侄女近期在东营出现过 希望能够得到警方的帮助 原来啊 在三年前 马先生的侄女会见网友离家出走 之后便要无音信 当时以后她在一个 我们曾经有个深海商场 我小舅的媳妇当时在那个啊 有个柜台呢 那女装的柜台 到时候她那一台看电影呢 她说到仙提货去了 结果三天以后回来 三天回来是她不见了 在这之后 马先生一家人便开始了漫长的巡女之路 先后去过宁夏 银川 浙江等多个省市 最后终于通过银行卡的线索来到东营 我说民警在魔王把东方社发现其侄女 文讯赶来的马先生见到侄女时 两人都十分激动 经过家人和民警的劝说 女孩终于愿意和马先生一起返回宁夏老家 说实话呢 我这个地方我没办法找 只能通过警方了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警方 接下来看 夏年到了 又到了吃羊肉串喝扎皮的时候了 但是朋友小聚可以千万别喝多了 接下来咱们要认识的齐和的这位大哥啊 就因为贪杯喝的太多了 自己回家的路上撞的是满脸是血啊 连自己的家门都记不清了 您说这是何苦呢 昨天晚上德州齐和民警接到报警电话 说有一位男子醉到街头回不了家了 深夜十一点了 过往行人很少 也没有路人认识这名男子 你家哪里的 吃个回啊 吃个回啊 你家的电话多少 根据醉酒男子含含糊糊的回答 民警只能带他去描述的住址询问 敲开房门 互助探头一看 这人俺也不认识啊 然后我就去把他邻居的门打开 像他邻居说明情况以后 他邻居非常的配合 狠狠的又敲了几下门 终于把他敲开了 晚上十一点了 他家人都睡着了 睡着了 这些人陪你去喝水 俺给你带她出来 我还去 穿好